好了我们继续哈 我们开始继续代码 刚才这做了一点自己的小事情啊 就是我刚才理了一个react unit 这个回头也会放在文件夹底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干净的一个空的一个项目 就是你如果未来想用这个 create react app那个脚手架 你就用那脚手架 然后呢如果你不想用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react unit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写的 它好处就是第一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看这个这个东西吗 然后你也都学过 第二个呢也有一点 就是他就是反正比较自由 什么都能改 你还想写出来的 出了问题你别赖 然后都知道在哪 反正该该有的坑 我都帮你们捋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要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就把它 比如说我要建一会建008文件夹 就把这个东西考进去 然后ntm 然后install 然后整个安装一遍 然后他就能给你出一个backup东西来 那剩下的东西 你就自己一点点改就完了 好吧 呃 这个先不说这个 我们继续还说刚才007 那个事情 好 在这呢 那么我们现在拿了一个这create store 然后把它就能放到这个 然后这种放进去 这事就OK了 呃 那么OK以后呢 底下呢 我们要写其他部分的 因为现在我们呃 这是正经来说是 我们现在已经把index部分已经写完了 呃 写完index部分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要去写谁呢 写完index部分以后 事实上来讲我们要去写app 我们我们的目标是一个app 对吧 appjs这个这个拿掉吧 这个这个弄空了 这个一会儿有另做他用 然后呢 这是一个app里边我们要放两个child 然后这两个child呢 互相之间改对方的这个 这个东西 改这个state的 我们看一下这东西怎么写 呃 首先第一个呢 上面啊 这些无所谓 我们在这先建一个components 一个文件夹 components 在这呢 我们会建两个新的file 呃 一个是child的1 第2js 呃 文件啊 文件也大写了 第二个呢 是child的2.js 好 child1.js和child2.js 那么我们先 那来写这两个 先来盘这两个东西吧 那么这个里边 首先要怎么写 因为你是react组件嘛 这这没什么好说的 先写这个 对吧 from react 详细哪些写哪些哈 然后底下是 底下 底下要干嘛 底下是class对吧 呃 class我们要child1 然后extend 啊 react.component 这儿 然后是super 啊 不是super constructor 这是probs 然后呢 这个是super 对吧 这个没问题啊 然后底下呢 有一个大的函数render 第二 然后retrain一个什么东西回去 对吧 我们这先把这个东西都写好 然后底下这要注意 啊 这个这个里边没有东西 好吧 我们先满足它的需求 让它别爆错 好吧 然后呢 那么在这儿呢 底下我们先说 这个地方不能写export 呃 呃 default f-a-u-l-t a-u-l-t 不能写default 是要的一 有人问为什么 你就记住就好了 这儿不能这么写 这个地方要写成什么呢 要写成另外一个函数的样子 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这儿还要import一下 叫import一个东西 它叫connect connect 然后from 这个东西 react redux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它其实来讲是把每一个 因为现在是这样 我们刚才记得 我们在这儿写的时候 04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写了一个subscribe 对吧 这个东西 但是事实上来讲 如果直接让你用subscribe 这个东西依然会很乱 所以呢 它在这里边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帮你把这个东西 就是整 如果它只要改动了 只要有相应的改动 它会把相应的state 和props的东西合起来 然后来给你更新 也就是说 你只要star那个地方 相对更新了 所有的地方都会更新 那么这个 这个其实是整个 那个就是你用了react redux的以后的一个好处 你不需要去subscribe 你直接用connect 你用connect 改造一下你的这个child 也就是它会把整个所有的 这个关于这个star 所有的信息的沟通 全部及时的通知给你 那么唯一的缺点 就是这个地方 你要改写一下 然后我们说一点 刚才有一个地方 我们没说 就是大家会不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reduce在这个地方 它必须要返回一个新的对象 它不让你试图去改救的对象 这个里边我跟你说 正常来讲一个框架 如果做了一件事情 你不理解 通常来讲 无非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安全有考虑 比如像xhr 像那跨域访问 下一节课 我们说的跨域访问再说 第二种情况 就是为了效率 这里面确实是为了效率 就是说 如果你把一个已有的对象 只是把里面直改了 他要想判断这个对象 有没有被变动 因为他不想用watcher view里面用的是watcher 每一它的精细度 到每一个变量的级别 但是reactredux里面 不想用变量 不想用watcher的那种模式 不想用setgetter这种模式 那他不想用的话 那底下就出现一个后果 就是别人改了 他怎么知道别人改了 那么他怎么办呢 他就让你做了这么一个妥协 就是说 你要么你就别改 你要改 你就整个给我改 你整个一旦这个state改完了以后 他只要判断一下 拿这两个object判断 是不是真等于 就知道你改了还是没改 你没改就算了 你改了 只要是真等于改了 那他整个所有的东西都广播 这就是他的逻辑 那么在这儿 这做完了以后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这儿要把这个东西跟他接起来 那这个怎么接 我不能这么写 那我就给你们说一下怎么写 export default 然后这是connect 掉这个connect 掉connect以后 这里边是 这connect里面有两个 前面这个connect里面填 填的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 是两个东西 这往里要 往里面要填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 是 就这里有俩参数 两个参数 前面参数是一个函数 后边的参数呢 其实是你的那个action 你要抛的那个action 所以来讲 后面是个action对象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两个分别都是什么东西 前面这个函数呢 其实是用于 就是他已经把 要改动的东西送到你嘴边了 然后你通过一个方法 把它合到你的state里面 就够了 home这个东西是 你如果想抛action的时候 掉用的抛action的那个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过程 那么对child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child的一 我们来讲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函数 我们用箭头函数的方式去写 这个函数要干嘛呢 这个函数其实来讲是 我想想啊 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第一个函数的话呢 我们就尽量争取 把它写在一行 就不往下斩了 那么就是state props 也就是说你在运行 他在运行这个地方的时候 connect会把现有的这个 这个整个里边的state和props 全都掏出来 扔到这个函数里面 然后这个函数去干嘛呢 这个函数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整个合起来 合起来在这里写 我们合起来用的是object derassign derassign里边呢 有一个东西 derassign里边凡是有的东西 它会把它合在一起 但它合的时候是怎么合呢 正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写props state 这样写是会出错的 因为props也是止读的 props也是不让改的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在这里新加一个 新加一个对象 就是把它先合到它里边 然后再把它也合到它里边 这么合 合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OK 然后呢 那第二个 第二个里边呢 它应该是一个function 这里面其实也是 你写一个function 它return一个action 能理解吧 它return一个action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我们应该是怎么写 也是这样 我要写一个名字进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 child的1 我们要看一下它要干嘛 在child的1里面 我们要试图去读名字 然后去改 改年龄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底下的话 这个地方 它好像上次改动什么东西了 等会 这个地方在这儿 这个是它的大括号 它的大括号 然后出了痘号 出了痘号以后 这应该有一个大括号 这个很connect的 然后在这儿要补那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起一个名字 叫做addage 然后这个是函数题 函数题里边呢 这个东西进来 我们在里边呢 就不给它设 它需要设定一个参数 需要一个参数 value 然后呢 函数题里边呢 基本就是return 这就是那个action的那个 tun 对呀 怎么会 这应该是type 它为什么一直在报错呢 要把这个地方拿过来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怎么写的 这个地方是addage嘛 那么我们要调这个addage 然后是value value呢 就是拿web这个value 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这俩要一样的话呢 你也可以那什么 这个地方不应该加分号 这个说一下 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个object 因为是个json的object 所以这个地方我忘了打大号号了 我只记得它里边是个function 但是我忘了把这个东西打出来了 所以来讲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两个 我们再说一下这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于 你如果记不住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抄上去就可以 反正它里边你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改 这里边的东西 其实就是说当有东西改动的时候 当这个store有东西改动的时候 它会通过这个东西来调用 然后把它合到现有的pops里面去 pops或者state里面 然后它会把它都合到里面 是这么使用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 这是如果它想发dispatch的时候 它要返回一个这样的 它其实它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用于返回一个action 然后至于怎么去掉describe 这个都被connect给包裹起来了 也就是说你只把 你要做的这点事情做了就可以 别的不用管 旁的不用管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整个 这个代码的一个结构 那么OK 因为这个代码框号比较多 然后这个这么笔着 有时出错会需要看一下